好 接下来紧接我们还要来关心的是 越南排华运动还没有平息 眼看518又有一场排华大游行 不过越南电视台现在呢 却没有任何的相关报道 连当地的四大报纸也只有三报来报 似乎是遭到了官方至官方封锁消息 不过越南总理呢 现在强调国家的主权不变 并承诺要保障台商的安全 不过越南部分的激进分子 现在已经在网路上开始来串联 518要照常的上街来抗争 我们立刻点线周方正来告诉大家 方正先生 是的 主播各位观众 在不到24小时呢 518越南反中示威的游行就要展开 不过我们今天摊开了 越南的当地的主要报纸呢 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呢 包括最大的青年报 公安报以及年轻报呢 完全呢对于这个518游行的活动的 任何相关呢 都没有任何的讯息 而现在目前有的报道呢 就是说越南政府呢 不断的向大陆政府重申他们的国家主权 另外呢他们也在518当天呢 会维持台商的人身安全 以及呢协助他们恢复复工的这个动作 不过呢这个这个报纸上面跟电视台呢 完全没有提到跟518游行相关的内容 我们请到在当地已经居住30年的台湾华侨 来跟我们解析一下这个报纸 是不是在报纸上我们完全现在看不到完全跟518或暴动相关的讯息 对目前518游行 大游行只是在网路上疯传 在一个报纸没有提到 是的我们看到了目前呢 还有关于518的游行活动呢 都是在脸书上呢 做这个流传的讯息 所以许多台商呢是人心惶惶 因为不晓得明天的活动的范围呢 以及人数呢到底政府的控管是怎么样 虽然越南政府呢不断喊话说一定会保障台商的人身安全 不过呢还是有许多台商呢保持悲观的态度 甚至呢不敢复工 最主要原因呢就是他们担心呢 因为他们513没有遭到重大的破坏 被这些人知道了之后呢 会遭到锁定 导致518当天导致他们的工厂再度重创 所以迟迟不敢复工 不过也有另一派的台商呢 觉得是最坏的情况已经过去了 518暴动过后呢 513暴动过后呢 518呢不会再遭再度遭到锁定 不过明天的情势到底会如何发展 外界都是持续在关注当中 我们也会持续在现场为您做连线报道 以上就是记得在越南的最近情况 将时间交给棚内